那一下而不呆滞 寂静而有力量 王安石晚年霸相 闲居金灵 有一天他身轴不一 拄着拐杖 上山游览 路上休息的时候 碰到几个书生谈古论金 好不热闹 说到兴头上 这些人有点得意忘形 开始彼此夸耀自己的学问 失诚 门美 过了一会儿 有人注意到了旁边的王安石 见他貌不惊人 也不说话 就轻蔑地问了一句 你也懂得书 王安石点头 懂得一点 那人又傲慢地问 那你叫什么名字 王安石恭敬地恭恭手说 老夫姓王 明安石 话一说完 这群学生就被镇住了 没想到 这个在旁边沉默寡言的老头 竟然是当朝最负盛名的学者 蔡康永说 不要小瞧一个沉默的人 人群立 那个话越少的人往往越厉害 一 花少 是一种实力 中国人说 净水流深 越是浅水 流动起来越是喧哗 越是深潭 流动起来越安静 某种意义上 安静本身就是一种实力的象征 东近年间 太傅西建去丞相王岛家里选女婿 当时王家子职众多 大家听说是西太傅来选女婿 纷纷卯足了劲表现自己 有的讨论诗文 有的盛装打扮 在大厅乌泱泱 乱坐一团 只有东厢房一个青年 安静的在自己屋里躺着 西建眼前一亮 当即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 把女儿许配给了这个青年 西建看人的眼光也确实读到 这个青年 就是后来明文天下的书法家王羲之 贾平鸥再次在读行里说 内向而不呆滞 寂静而有力量 平波水面 狂难暗藏 那些真正有实力的人 永远不会炫耀 不会张扬 诸名儒学大师贝元一轩 有一次坐船远行 同船的有几个后生晚辈 不认识贝元一轩 在他面前大谈文化兴衰 文明传承 贝元一轩在旁边静静听着 笑而不语 时不时的还会点头表示赞同 船停泊靠岸 告别时大家互留姓名 这位学生才知道 自己面前站的是贝元一轩 一时间难堪的无地自容 林清玄曾说 自然界中白色的花几乎都很香 但颜色艳丽的花 往往不怎么香 越是成竹在胸的人 越是低调 越是安静 不在意别人的评价 无论面对人生的何种境遇 他们都能不卑不亢 从容淡定 二 花少 是一种智慧 隋朝有个大臣叫贺若碧 平时以话多文明 朝廷上无论发生什么事 都能听到他的议论 当时皇帝任命杨素为宰相 他心中不满 私下放言 杨素这人水平这么差 都能当宰相 也不知道皇上什么眼光 百官纷纷听到他这样的言论 纷纷要求皇帝 以大不敬的名义将他处死 但是隋文帝宽厚 并没有怪罪他 厚若碧却并不领情 反而越发口无遮拦 隋文帝去世后 隋阳帝即位 厚若碧依然在私下议论纷纷 说皇帝奢侈 不是人主 隋阳帝的脾气 比隋文帝差很多 听到之后 直接下令处死了贺若碧 在贺若碧年轻的时候 他爹贺若敦临死时 就告诫过他 我因话多招手祸端 你千万不能学我啊 而他最终还是布了 他爹的后尘 言语讲 为人不开口 神仙难下手 并从口入 祸从口出 一个人如果管不住自己的嘴 往往很容易在跟头 早年 曾国藩在京城有个朋友迪安 迪安和曾国藩相交莫拟 俩人一样满肚子的不合时宜 但是他和曾国藩不一样 曾国藩总是喜欢议论和表现 不是议论朝局 就是议论皇帝 迪安却刚好相反 总是一味寒昏 永不发怒 无论什么事情 一律不评价 无议论 后来曾国藩妄以朝政 差点被处死 而迪安却始终可以悠然自得 安然无恙 循子说 言而当 只也 默而当 一只也 说话得当 是聪明的表现 沉默得当 也是聪明的表现 沉默不是愚笨 而是智者的骄傲 是多作 话少说 这才是一个人的在福之道 散 话少 是一种成熟 北宋名相复辟早年善于辩论 朝堂之上 很多人都辩不过他 但是随着年纪渐长 他的心胸越发开阔 轻易不和人争论 有一次 一个穷秀才当街拦住他 说 听说你擅长辩论 那么有人骂你该怎么办 傅必一听 知道这人是来找茬 于是一言不发 转身就走 那个秀才却不依不饶 在后面一直辱骂傅必 浪得虚名 是个缩头乌龟 仆人看不下去 想要回头和他争论 傅必却说 和这样的人争论 徒劳无益 还是不要浪费时间的好 佛经有云 不变是非 得大自在 人生就像水一样 越搅动越浑浊 停止搅动 才能重回清澈 碰到烂人烂事 越纠缠 越难看 选择不变 懂得沉默 人生才能活得自在 而洒脱 智囊全集里 讲过一个故事 明代白沙先生拜访 定山先生 临走的时候 定山先生准备好船只 送他归城 船上有一个读书人 爱开玩笑 就在船上毫无顾忌地 谈了一些不雅的话题 定山气得不得了 连续制止这个读书人好几次 但是白沙先生 仿佛完全没听到 没看到一样 当那人走时 把他当成不认识的人一样 不闻不问 下船之后 白沙先生说 这样的人 哪里都有 当没看见就好了 定山先生说 我的修养不如你 古人说 是非不必争人我 彼此何须问断肠 看他不顺心的 不顺眼的 不必一定要和对方 争论个清楚明白 有山的归山 有庙的归庙 面对人生的事是非非 沉默不言 才是真正的成熟和格局 学员里讲过这样一句话 夺眼 浮眼 血眼 隐眼 扁眼 闭眼 巧眼 弄眼 说话太多 是虚服 哎 开玩笑 是过分 与人争辩是自负 花言巧语 是谄媚 话少者有修养 闭嘴者有智慧 雄辩是阴 沉默为今 学着做一个沉默的人 学会在沉默中成长 这才是一个人一生的修行 点个赞吧 与朋友们共眠 这才是个人一生的修行 这才是个人一生的修行